大家好 粉条我们平时都是煮着吃 炒着吃或者是凉拌着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 简单营养又美味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红薯粉条 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加入一小勺盐 再倒入适量的开水 开水要没过粉条 再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白醋 浸泡五分钟左右 加白醋可以让粉条快速的泡软 看一下我们的粉条五分钟就泡好了 然后把它控水捞出来 装入漏篮里面 接下来锅中加入一碗清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把泡好的粉条倒进来 转小火煮两分钟左右 因为粉条已经提前泡过了 非常容易煮熟 煮好之后把它捞出来 放到凉水里面 这样可以防止粉条成坨 过凉之后再把它捞出来 装入大碗中 再来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两个正经的鸡蛋 加入一小勺料酒去腥 一小勺的盐 增加底味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匀之后把鸡蛋液慢慢的倒入粉条里面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让每一根粉条都裹上一层鸡蛋液 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去皮的土豆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有条件的尽量切的薄一点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尽量切的细一点 口感会更好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倒入清水 没过土豆丝 把土豆丝浸泡一下 防止氧化变黑 再来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把土豆丝 控干水分装入大碗中 胡萝卜丝也加进来 再把粉条也加进来 葱花也加进来 再往里面加一小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让所有食材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搅匀之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小把虾皮 一小勺面粉 继续搅拌均匀 面粉要少量多次 慢慢的插进来 如果觉得太稀了 再加一勺面粉 这样能够更好的掌握面糊的粘稠度 最后搅拌成这种粘稠度就可以了 搅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准备一个平底锅或者是电饼铛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用刷子把它刷均匀 刷均匀之后把面糊慢慢倒进来 然后用铲子把它铺均匀 整理平整 铺平整之后表面上刷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再撒点黑芝麻 增香 然后盖上盖子 中小火烙三分钟左右 煎至底部定型后 我们给它翻个面 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大盘子 然后再烙三分钟左右 把另一面也烙至底部金黄 哇 好香啊 像这样两面金黄就烙熟了 然后把它取出来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先把它切成长条 再斜过来切成菱形块 这个饼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它的口感外酥里嫩 哇 这也太好吃了 粉条这样做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